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白板动画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我是Tala,谢谢ChatGPT帮我取了这个名字 我的名字来自一个古老的词汇,一指星光 就像星星在夜空中指引方向,希望能成为你生活中智慧的光源 为你带来温暖与指引,如果觉得我的语速太快,请自行调整 今天来讲,用AI生成白板动画,只要上传一张图片 就能转成手绘动画效果 首先来到Canva的网站,用Google账号登入 左边列表点选,应用程式,在搜寻栏位输入 Speed Painter,按下Enter,点选彩色图标这个 点选,应用于新设计,选择画布尺寸,就会挑到这个视窗 上传图片,图片大小不能大于6MB 选择影片长度,影片长度分为构图及着色两个部分 可以根据自己的创意设计安排,或是声音长度调整 有一秒三秒五秒十秒四种选择 最后勾选是否要出现手,按下生成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点选,添加到设计 就可以将这部影片加到时间轴 影片可以缩放,裁切,翻转 接着按下Go Back,继续生成其他片段 记得要先在时间轴新增空白画布 点选空白画布之后再添加新的片段 如果想要删除,点选时间轴上画布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就有删除的选项了,全部创作完成 最后点选右上角的,分享,按,下载,档案类型选择MP4 如果不止一页,这边还可以选择下载单页或是全部 那刚刚看到另外一个Speed Paint又是什么呢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从相同的路径点进去,来到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左边列表的功能 除了刚刚那些之外,还多了其他功能 每秒帧数的选择,用来控制影片流畅度 构图及着色的时间可以长达30到40秒 手型的部分多了其他选择 最后还可以勾选单出效果 这里还有两个正在开发的功能 新增草图序列,图像转动态 但是目前无法在这里使用 最后按下注册或登入 再按下连结,再按点选访问Speed Paint 它会把我们带到Speed Paint的官网订阅页面 年角的话目前一个月是6美元 月角则是9美元,无限使用 解析度最高1080p 影片可以长达两分钟 点选左上角Speed Paint 终于来到Speed Paint官网首页 这是在走迷宫吗? 上传一张图片,进到这个画面 右手边的工具列跟刚才一样 选择手型,每秒帧数 构图及着色的时间长短 新增草图序列,影像品质 单出效果,影片格式及背景颜色 但是,官网这边目前并没有提供免费试用点数 但未来不排除在官网提供试用 现在如果要试用还是要从Canva 选择Speed Painter进入使用 它跟Canva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FQ说明 就是之前整合在里面 现在又独立出来 但未来并不排除有可能再次整合到Canva里面 它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将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提醒大家 这个工具比较适合像亮图 如果是像这种精致的图片 转出来会变成印象派哦 有没有出现手型的差异 看起来大概是这样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